之前我们所看过的这个案例 在台湾有这位太太她跟老公吵架 所以自己跑到荷兰去旅行去散心 结果呢跟当地荷兰的一个男的呢 就同居谈恋爱了两个多月 他又走了 后来生了个小孩 这个荷兰男人呢算算时间说 这个小孩子应该是自己的 所以跨海打官司 要来台湾要求确认 他跟小孩的亲子关系 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说 这样可能破坏人家的婚姻跟家庭 因此驳回他的要求 判败诉定业 美国籍男子跨海来台争女儿监护权 手中抱着Emily Poe肯放 在机场和台湾女友爆发冲突 同样是跨海争女儿 荷兰籍男子提告控诉 张欣女子和黄姓男子 97年2月多半婚礼后 两人吵架 女子到国外散心 和荷兰籍男子同居 不过因为之前就选在5月半里结婚登记 尽管后来又跑去荷兰找情人同居 回台之后 女子跟丈夫复合 并且隔年到美国生下女儿 荷兰男子跨海争女提告 防止妨碍他人的权利 然后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 他认为不允许他来提起 法官认定女娃合法父母 以及女娃本身才能提否认 亲子关系诉讼 认为荷兰籍男子无权提出 加上大法官适自解释 侵权诉讼可能破坏婚姻安定 揭发他人隐私 判决败诉定业 荷兰男子争女梦碎 来到张姓女子住家当事人不在 开庭时他宣称 女儿不是混血儿 是黑发东方脸孔 不懂为何对方纠缠不放 家人则是拒绝采访 不愿回应 传言新闻许志明戴秋荣 新北市报道